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很隨意的 因為我發覺在這個樹林裡面 其實很多的顏色在在樹林晃動的時候 其實它的顏色並不是很固定的 變成很絲版的 它的形狀也不是很絲版的 對 所以我在畫的時候會比較活潑的去畫它 嗯 那比較隨意的去畫 你看這些顏色 它就會自然出來淺的跟深的 因為這上面還有一些淺的顏色 所以你在塗的時候它很自然它就會塗出來一些顏色 那這個時候可以畫一些樹葉的形狀出來 這地方我已經有一些淺綠色的樹葉大概 它會需要一些深綠色的那個樹葉的陰影 所以也不會很著重在這個形狀的呈現 它其實我覺得一幅畫完全在眼睛裡看到的時候 是一種視覺 是一種感覺 因為視覺上對於一些點 對於一些色塊 對於一些線條 眼睛自己會去找感覺 嗯哼 那我們在畫畫的時候 我經常把它叫做Decoding 跟Encoding Decoding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自己 我覺得這個線條 這個樹葉的形狀 樹林的形狀 我把它變成一種圖案 對 變成一種線條 嗯 那別人在看到這些線條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樹林 一個樹葉 看到一個畫棟 嗯哼哼 所以也不用很拘束的說 一定要呈現怎麼樣的形狀 跟什麼樣的顏色出來 其實在畫畫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想到我們的視覺 是怎麼看的 其實人很聰明 人會用潛意識 去把所有的東西 會去做一個解讀 嗯哼哼 那這個解讀就是 看你怎麼樣去用圖案 這種感覺去做表現 對 這裡面有很多白色的 有些深的顏色 它就可以看出來光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看 這個上面它其實有很多的線條 嗯 那這很多線條 其實就是 樹葉在搖曳的時候 那個光影的感覺 所以我在畫畫的時候 往往會用這個 這個基底厚度 甚至顏色不去把它調死 嗯 然後去畫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 變成有樹葉的 而且搖曳 嗯 有陰影 都會出來 對 所以目前這一幅圖 大概是幾號 這一幅圖是 應該是120號 120號 對 這幅圖其實是後面有一張抽象畫 啊 然後我就畫了一張抽象畫 可是我覺得 呃 我不是很喜歡 我又想把 那張抽象畫 利用它原有的紅色 原有的黃色 嗯哼 原有的一些藍色 然後把它做成 做成一個 讓我去有靈感的 一個依據 嗯 我會看到一個東西 我會有一個感覺 嗯 你覺得應該這樣的彎曲 那這地方應該 紅色的就變成一個紅花 那 所以紅花 黃花 然後這個 有一點帶粉的花 然後這邊我又用 用毛筆 然後把原料稀釋一點 嗯 畫出一個樹幹 嗯 因為這幅畫 我當初的感覺 看到那個抽象畫的線條 我覺得它應該是 像這樣去繞 對 像這樣去走的 所以我就這樣來畫它 所以現場 常常會把這個 本來畫好的畫 重新破壞一番 那也不叫破壞吧 因為我覺得 那幅畫應該可以有 另外一些感覺 嗯 畫出另外一些 一些 在那個時候 比較有 有感覺的東西 嗯哼 我覺得藝術創作就是這樣 所以像這樣一百二十號的話 大概都要畫多久 像這張畫 原先因為已經畫過 所以那個時間不能算 對 如果把 那個時間其實也應該算 如果把它通通加在一起的話 嗯 有時候一幅畫 可能會畫到一年兩年 一年兩年啊 對啊 因為你畫完以後 可能擺在那邊一年 你又拿出來重畫 像我現在後面有一些畫 我先預備把它拿出來重畫 這些畫全部都是後面有畫 對 然後重新再畫的 哦 這是一幅我剛畫完的一幅 白花跟紅花的感覺 嗯哼哼 最近畫畫比較有趣 但 因為在自己的畫面 待得比較久 嗯哼 所以有一些 顏色會回避到 大家可能會認為 比較俗氣的那個 那個豔麗的顏色 嗯 你如果現在從這個角度 再去看 看這幅畫 對 很有趣 你不要靠太近 你靠遠一點 好 你看一下這幅畫的感覺 嗯 它因為後面加了一些 呃 天空的顏色 呃 白色的顏色 所以 變成它就會有很多的 花是跳出來 對 原來它是一片的紅 對 一片的黃 那現在它就跳出來 那這幅畫 我可能會把 畫在一個程度之後呢 再去把花 重新再畫出來 嗯哼 所以它就會變成有前後 嗯哼 那也會有一點的感覺 那其實像畫這樣的話 你可以去看我們現在外面種的這些花 對 的感覺 你可能現在這樣它會有一點陰光 嗯 那 這些是挑香藤 對 虹花 對 然後這些葉子的枝條很可愛 嗯 非常可愛 那這邊有本額金花 對 這邊還有很多很多花 我們最近也在試著去種一些鐵線蓮 對 過去種鐵線蓮都死掉了 今年鐵線蓮長得還不錯 嗯 半晚上長 那再看外面的大自然 你就可以 呃 想得說 其實我們眼睛在看外面大自然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一個活的一個 呃 光線造成的一些 會動的感覺 對 那我畫畫也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嗯 OK 好 謝謝縣長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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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